欢迎收听Just Talk 教兔课 我是DJ燕涵 之前讲到了很多学生的问题 那这一集呢 我们一样请到英伟老师来说说 除了念书之外 是不是可以培养更多的兴趣 让我们可以透过更多不同的嗜好 来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目标呢 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自己有什么兴趣 我自己吗 我自己 其实我还蛮喜欢运动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运动很重要 那我之前也会去健身 也许我觉得在越忙越累的时候 就一定要去健身 然后还有就是说 可能像我是比较理工科啊 就是这个背景的 那我就会觉得说 平常应该要培养一些 有人文气质的事情 就比较悠闲的事情啊 例如像我平常可能 就会自己去看看电影啊 然后或是偶尔可能会听听音乐啊 就是听音乐剧啊 这之类的 你会自己去看电影哦 对啊我会自己去看电影 不会觉得寂寞吗 不会 所以你是一个很难跟自己相处的人 在这方面看起来应该是吧 如何做到的 赶快教我一下 其实一开始 自己去看电影会觉得有点紧张耶 因为只有你一个人拿一张票 然后其他人都拿两张票 可是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自己一个人来看电影有什么不对吗 就是可能我会跟自己对话 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有人陪 我才敢看电影 我一个人看电影又没有爱着谁 对 就是我可能觉得这样 这件事情我会快乐 那我就让自己去做 所以其实你不会觉得一个人很可怜 或者是会有想要逃避自己的时候吗 会我有时候也会觉得一个人很可怜 但是我知道这个可能是我的错觉 嗯 其实你很懂得享受一个人独处的幸福 是 那在这个独处 我觉得独处搞不好也可以是一种兴趣哦 除了你刚刚讲的看电影 对 还有运动之外 独处可能也是一个兴趣的培养 这个也是 嗯 大家可能比较想不到 那独处带给你什么样的改变呢 独处 我觉得就是因为一个人独处 所以你可以花更多时间知道说 你想要什么 你喜欢什么 然后去做你喜欢做的事 就是我们以前可能都会以为说 当然我不必说 我也觉得跟朋友很好 就是我也蛮常跟朋友有约的 但是有时候你太长 很多时间如果你都是跟别人在一起 你不是跟自己在 只有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我说真的 久了你可能会迷失方向 嗯 就是他说去哪 你就去哪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去哪 你就去哪 嗯 可能身边太多别人的声音了 对 你会忘记听一听自己的声音 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独处听听自己的声音 是很重要的 是 那我自己的兴趣啊 其实我是很喜欢看书的 所以从书中 我觉得看书是一件非常赚的事情 怎么说 就是我用短短看完一本书的时间 就可以把别人的精华 他对这件事情 或他人生的精华获得 对 在想了很正面 对 就觉得哇 真的是赚到了 而透过看书 我也可以了解很多不同领域 或是我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是 那我在看的过程也会知道 哎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那个 是 那另外一个我自己想分享嘛 就是不是兴趣的培养 而是打工 嗯 因为我打过非常多的工 餐厅 以前在婚器公司 卖手机 等等的工作我都做过 那在打工的过程 除了赚到了薪水 也会赚到一些友谊 而更重要的就是 因为你是实际在工作 是 你会知道你喜欢什么工作 不喜欢什么工作 对 那在未来你选择上 或者是你在面对一些 哎 到底要选什么科系 到底要选什么学校 到底我要做什么工作 是 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明确 对 因为我可能做过什么 我喜欢 做过什么 我讨厌 对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除了念书 念课本上的书之外呢 会鼓励学生 多培养自己的兴趣 对 还有找到 自己的热情所在 没错 一定要 我觉得一定要有兴趣 太热情了 好 所以打工啊 看书啊 运动也很好 也会很健康 有人说 锻炼体力 就是锻炼意志力 我觉得是哦 真的 这都蛮好的 那我觉得 这些兴趣希望 都可以成为 未来的养分啦 可以让你 就是在 人生的路上 可以有很多的乐子 不会那么无聊 是 好 那在建立自信 实践梦想 找到梦想的 这段过程 因为你有没有 一些比较 近期的规划 或者是目标 我最近的规划 其实就是 赶快把论文写完吧 我每天都毛起来 写论文 我还写到失眠 对 然后醒来第一件事情 就想我论文要这么写 这也是挺有压力的 对啊 然后接下来就是去实习 然后我想要努力 真的考上一个正式的老师 所以考上老师 要把论文写完才能去考试 对不对 其实没有 其实是可以带论文出去的 可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个性 我觉得说 我在实习 在考试阶段 我仍然有其他事情要做 我想要这个阶段 就是完成这些事情 你给自己的计划 对 我给自己的计划 那我相信有很多 现在跟你们一样 也跟我一样 正在逐梦的小人物们 他们也许在找梦想的过程 实践梦想的过程 有遇到一些瓶颈 或是他们觉得很寂寞 好像没有人懂他们 只有他们自己在努力 你会给他们 什么样的建议跟鼓励呢 其实我觉得 我后来觉得 就是这个好像又长 又寂寞又痛苦的过程 其实是为了预备 去激发更大的火花的 因为我觉得在每个 追处梦想的过程里面来讲 都不是容易的 但是有时候或许太容易 我们或许就会纳闷说 那真的是梦想吗 但是我其实就是 可以给大家一起建议 或是我们一起加油 就是说 如果是梦想 我们会很清楚 因为我相信梦想是 不管你经历了什么挫折 你就是费尽了多少努力 你都会坚持下去 这才是真乐情 因为我也是觉得说 像现在考老师的环境 非常非常的糟糕 然后甚至录取率可能很低 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开始打 退堂鼓了 可是我也是告诉我自己 这件事情就是 能坚持到最后的 才是真乐情 所以如果是真乐情 就不要怕 就是我相信坚持到最后 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空 这是因为讲完这段话 我有特别的感动 大家可能不知道 因为在最近啦 家里面临了一些变化 因为他的妈妈得到了肝癌 住院住了好像蛮长的一段时间 那在他逐梦在念书 然后在实习的过程 他一边忙着照顾妈妈 对 那妈妈也在前阵子 离开他们的身边了 那你会怎么样处理 这样家庭跟工作 课业三头烧的情形 那你的心情 又是怎么调适的呢 其实那个时候 我还蛮确定一件事的 当然我知道有些人 可能跟我不太一样 我知道说我的家人 仍然摆手会 所以我相信说 我还 就是我的梦想 我当然仍然觉得很重要 但是我可能 我不是说不实践了 我把这个时间 延后一点点 我那时候抱持的想法是 我可以把我竹梦 跟工作这件事情往后延 可是我妈妈的事情 不能往后延 所以我仍然就是 那个时候我其实 就有把工作给吃掉 然后去专心 就是说专心在读书跟 陪伴妈妈 对 陪伴妈妈 我的家人就有一个人 跟我分享说 他很后悔 他什么事情没有做 所以其实先后次序 跟重要性 对你来说 这样的排序是 你觉得非常正确 其实对我来说 也是家人一定是最重要的 所以当你的梦想实践 的过程当中 面临了家人 或是家庭一些问题 我觉得因为 这是很好的方法 先把梦想暂缓 因为家人就是 只有一个嘛 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就只有一个 好的 我们这一集的焦兔课 我们小人物的冒险 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 hockey了 就不可能 这个小人物的冒险 我们下来吃焦兴 那么再来似乎 你去干嘛